来看到在昨天出炉的 台湾民意基金会最新的调查 它这个是在发生了 这一次总咨询之乱的之前 3月11到3月13所做的民调 其中的一项就是 对韩国瑜院长表现的反应 过半数的国人 52.1%是满意的 游泳老师分析 从年龄层来看 除了25到34岁呈现满意不满意 各半之外 其他每个年龄层都是 过半数或是远超过半数的满意 立法院长韩国瑜的表现 尤其年轻人20到24岁 5成8将近6成是满意 3成4不满意 所以年轻人对韩国瑜印象变好了 这是令人嘖嘖称奇的转变 就在这份民调发布了之后 大家各个政论节目讨论的 一天之后 我们看到在今天一大早 来了来了 靖新闻也做了民调 一样问的是 对立法院长韩国瑜的表现满不满意 但是他的调查时间是317到318 也就是发生了总质询之乱之后 他所做的 我们看到韩国瑜的满意度 目前看起来是4成 40.1% 当然这个细项里面 包括了76.4%的国民党支持者 满意韩国瑜的表现 不满意韩国瑜的表现 以民进党支持者也超过6成 61.8%最多 而民众党支持者不满意的 有31%大概三成左右 但是满意韩国瑜的很高 将近5成47% 但回过头来 如果跟台湾民意经济会比起来的话 靖新闻的这份对韩国瑜满不满意的民调 韩国瑜略低 当然不能这样看 可是在靖新闻就大概4成 可是游泳这个已经是过半数5成2了 请教委员 怎么看 因为我的一个直观的反应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好 我洗反射了好不好 我看到靖新闻这一份民调一出来 我就会觉得说 要来平衡了 不一定可以解释成平衡 因为我们从上次总统大选民调 我们都看得出来 每一家民调公司有时候差距是很大 那差距很大 有的是真的是立场问题 有的是技术问题 那我们就暂节不去周庄评论 但不管是靖新闻的这个调查来讲 韩国也回温 回温 这是个事实嘛 对不对 那你说游英龙这个当然更是这个不只是回温还滚烫嘛 有这么一个现象 就表示这段时间韩国也的表现符合民意的一个期待 就是说你符符符合民意的期待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满意度的标准 因为每一个人对每一个职位都会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期待值 希望你怎么样子的 那你如果到达这个他都觉得你满意 满意就会给你一个支持 那现在来看的就是说 比较特殊一点就是说 以前年轻一代的对韩国瑜 差不多是在 以前是20到25岁对韩国瑜是很不谅解的 那现在这些人的年纪也差不多25到30了 那从25到30里面他满意度回升了 这个才是真正的指标 因为现在20到25 那个时候还不认识韩国瑜 所以那一波的什么黑韩啊 韩国瑜怎么样 他们没有经历过 没有经历过所以不算数 但真正的重点是在25岁 他们长大一点 这个讲也合理 25岁30岁这个年龄层才重点 他们如果改变了对韩国瑜的看法的话 就会带动25岁到30岁的 我们认为他们改变会更大 因为这个以前就是在20到30岁的 就变成25到35吗 所以这个年龄层是值得观察的 好 那这个所以请教亮哥 那韩国瑜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除了年轻人对他的观感改变了 就是25到35岁的这一块 因为我对因为确实当初 我在英国的很多同学 有一部分他们就是 现在已经是落到这个年龄层了 25到35岁 那这他们上一之前的时候 确实那一次我印象中 全部都回来投票 全部都回来投票 当时他们就会怕韩国瑜当选 对 没错 好 那现在 刚刚委员分析说改变了 在英国回来更惨 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对香港的反送中 更敏感 超级敏感 对 那这一次因为从这个勇勇老师 他的民调你也看到了 是不是这些年轻人对韩国瑜的 就是已经改变了 好 甚至好感度都出来了 我跟你讲一下 晋传媒总统大选的封关民调 好 你就知道他是什么立场 好 赖销35.6 只有那个侯友谊只有24 那柯文哲还赢侯友谊0.1 你就知道他的立场 侯友谊后来是33 那柯文哲是26 那赖锦德是40 所以他这个是严重低估国民党 我讲白了 所以邮英龙老师那个民调 应该是比较准的 就比较准 那其实这个也 我觉得韩国瑜就是 他刚当院长 这一个多月以来 他有几个关都过关了 第一个就是人家说 你这个人会不会没有生活纪律 那慈克膜这次就大翻转 大家都来比 看谁最震惊 最有纪律 那第二个就是 你有沒有一个院长的样子 那这个也过关 还有国会外交呢 国会外交人家拜访盖拉格 是反中大将 也过关 他未来还会有更得分的 比如说代国会出国 你自己就已经断定得分 不过国会外交 他一定会做的 我是说盖拉格算是最呛的 所以这就是一种指标 你如果来的只是一个 不像盖拉格那么极端的人 那大家就看看 可是这个就是一个考验 那也是过关 那接下来就是人家要看 他那个通过法案的本事 所以我觉得 如果一个人 一开始大家对你有很多偏见 然后觉得你一定做得很差 那国民党怎么推这种人选院长 那结果我刚刚讲的三项指标都过关 生活距离于民前改善 立法院长就有院长的样子 那也努力学习 周恩来带在身边 对不对 他的人事案 然后接下来国会外交也都过关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叫做超过期望值 那超过期望值你本来就会在民调高起来 就是人家对你的期待真的本来很低 那结果我现在发现 哎呦还蛮像样的 那个反差感落差就出来了 好像有这个二度梅花的可能性这样 就好像又翻身了 就是这次机会他还把握得不错这样 那本来大家是要看国民党笑话的 你知道 所以他这样一拉当然就造成了 那他的前景又开始被产生各种幻想 不过我也要这个 回到我们郑元凶的立场 就是饭还是要一口一口吃 没错 不要幻想太远 因为国民党要过得关很多 那当然那个明年的党主席 因为他立法院长要超越党派 他就这件事跟他无关 可是卢秀燕就会碰到 因为人家就会期待你选党主席 对不对 所以明年卢秀燕先要过关 那韩国瑜还可以在旁边看 可是 你确定明年卢秀燕过关 还是朱立伦过关 如果是他们两个选 我觉得卢秀燕还是机会大 应该会协调的 他们两个不太可能一起 对啦 对啦 那我们也不知道邵康兄还有没有兴趣之类的 张亚中之类的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这一关跟韩国瑜没有关系 所以他可以稳稳荡荡的去把他的立法院长做好 我同意阿亮哥看 我不赞成韩国瑜放弃立法院长来选党主席 这个党主席的问题更复杂 对更复杂 党主席很容易失分的 对 很容易失分 而且2026就可能会失分 对 对 因为国民党2022选得太好了 对 所以失分的可能性就蛮大 那指标性就是新北市 新北市你一定要守住 可是这个不是操支在你 你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这样 所以韩国瑜还是稳扎稳打 那如果按照这个态势看下来 如果韩国瑜年轻人 四年前最讨厌他的就是年轻人 那现在民调出现了这种剧烈的转变 甚至可以说他拉到的年轻人的那种支持度 感觉可能比赖清德还多 因为赖清德没有年轻票 其实我跟你讲年轻人 他是变来变去的 变动的 我举例 我随便举例 那个洪山军的时候 年轻人是一面倒反民进党 对 因为2008我自己在选立委 我很清楚 去扫街人家就说 你知不知哈扁 就来故意来赌你 就是这样 你们好惨 你要我怎么讲 我说我不是阿扁 他就说你们党就支持阿扁 就这样 所以那年民进党 死了很惨 全台湾只有27席 包括部分区 区域只有14席 所以你去想一想 从2008到2012 小英回来当主席 一步一脚印 小英做了多少努力 才把年轻人抓回来 确实 他成立了想想论坛 确实 成立了各种年轻人的一些活动 然后还办了小英教育基金会 人家累积很久 没有啦 这些都没有用 是我们国民党自己搞砸了 比较多 是啦 是啦 是没有错啦 国民党就2012就大分裂嘛 自己搞砸了 就换柱大分裂嘛 然后2019又倒大 没碰到反送中嘛 对啊 就是这样嘛 没办法 所以我说这个 一时一时的啦 就是 你接下来 香港那个23条过啦 所以未来香港 也不会有什么大意外了啦 那 中华大陆坦白讲 人家也是稳扎稳打 那这样 现在去大陆的 年轻网红越来越多啦 我都有在YT上看到 有 人家在拍说 那中国道路怎么跟 民进党跟我讲的不一样 不一样 对 这种骗子越来越多啊 对 民进党就比较上 对不对 所以人家就觉得 你是不是把 那个抹黑过头了啦 你知道 因为 台湾毕竟还是自由的社会嘛 所以 我觉得有些东西会慢慢改变啦 比如说 你现在你也不敢讲说 单一讲 我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 可是 你说台湾人都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吗 你做的民调 32.8 这是政大的民调 政大的民调还是认为两个都是啊 32.8 那认为 纯中国人2.4 没有错 那纯台湾的60 这种问题就是 目前对民进党唯一有利 就这一题啦 对 就叫做国主认同 可是如果论到维持现状 那人家就会觉得你冒进啊 他现在是站在 台湾人认同这一块 他还占优势 可是人家会越来越去看啊 原来你的台湾人认同怎么不看啊 老是在做一些烂事 那我 我希望的台湾人不是这样啊 所以我说这里面一定会产生很多辩论 说你就要支持这样的台湾人啊 乱搞一通你也要支持啊 比如说 前一阵子那个 那个管壁林那个海巡那个事件 对 人家就说你太过了吧 你这个 作为台湾人 我都觉得这个很羞耻啊 乱搞一通啊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都会慢慢变啊 知道赖清德520之后你就知道了 他是很难做的啦 问题很多啊 挑战极多啦 就是 小英真的运气很好啦 两次当总统立委都过半 对 然后 美国一面倒挺你啊 刚好他中美大对决啊 对 可是现在 美国在选后 要总的去评估他跟中国的 对应的态势 就是 恐怕你运气就没那么好了啦 就是 那个时候恐怕是 强国博弈的时代啊 那大家都在交易来交易去啊 你就不小心就被交易掉 就是这样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医生菌 是国家认证 A B克菲尔医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 Gaba 色胺酸等 蛀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医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科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医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医生菌 小火 超过一ays 好 小火 好 好 好 小火 有估论 乱